各位早晨 歡迎收看今早早天文台的天氣報告 我是陳恩俊 今早的天色不太差 在維港的天氣照片上 我們看到日出後都開始看到陽光 去到早上的7時多 各區的氣溫就介乎在27至29度 我們預測今天日間的時候 溫度都會升得比較高一些 天氣酷熱 而酷熱天氣警告也繼續生效 不過在雷達圖上我們也看到 香港附近繼續有些趙雨區的發展 我們預計今天都是一些陽光趙雨的天氣 詳細的天氣預測會是 部分時間有陽光 各部地區有趙雨和雷暴 能源度會比較低一些 日間的時候天氣酷熱 最高氣溫大概會去到33度 風方面就會是吹微風 由於高溫的天氣容易觸發一些趙雨發展 所以大家出門口的時候 除了要記得注意防曬 最好都是帶著把傘 另一方面在大範圍的衛星雲圖我們看到 華南地區的雲量相對比較少 相反在日本以南的海域 我們看到有一個比較有組織 有一個清晰風雲的雲團 這個是超強颱風海神 我們預計海神將會繼續這樣增強 而向日本的九州至到琉球群島的一帶 雖然對我們的天氣就沒有什麼直接影響 不過也會影響到日本至到韓國等的地方 而我們香港來說 接下來的幾天 主要都會受到廣闊低壓槽的影響 華南沿岸都會有一些趙雨和雷暴 所以我們也都展望周末至到下個禮拜初 雖然天氣炎熱 短暫時間會有陽光 不過也會有幾陣的趙雨 天氣就和大家看到這裏 再見